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方生 十方生知道吗 整个法界里的出家人 你万一到的是十方生无那完的 你怎么还 你还不了 你有办法让法界里的出家人都接受你的偿还吗 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十方生无要特别指出来 这就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但是可能很多人学到这一段想 哎呦 赶快想一下以前有没有这种糊里糊涂犯这种错的 这样吓死了 但是我们很幸运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有悔心呢 现在正在学三十五佛灿 三十五佛灿便是所应灿之罪 就是告诉你说这些是应该灿的 然后三十五佛灿可以帮助我们灿除 好 这就是我们幸运的地方 好 然后呢 在 这个师父的广论开示 好 第五十五卷B好 师父的广论开示第五十五卷B好 手抄稿是第七册第244页好 好 那这边有一段师父的开始好 只有几分钟好 那我让大家听一下 其实就是师父对刚刚那段广论的原文 那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如果不予取三宝的东西 那么你同样的东西去还给他 假定是道夫跟法 你取多少还了他清净了 如果道生切的话 对不起 你还他的还要瘦 说 拿完了 我现在还给你 他说瘦了 可以 那就对 否则的话还是不得清净 我说这个东西非常可怕 所以我昨天在这地方特别提醒 我们的这个常组的东西千万注意 千万注意 尤其是我告诉你们关于电话的事情 不要说 哎呀 这里反正不要钱的 你随便想起了今天高高的信息就打一个 暂时我虽然没有力的话 因为力了 你们马上就犯重罪 在没有力的之前的 但是对不起 这个是还是有很严重的果报的 以后我现在慢慢告诉你们 以后慢慢慢慢的 这种规矩都要简单起来 而不是说要让你们的预处 这是对我们最佳的保护 既然我们有这个意愿 跑得来好好的学的话 总希望不要堵落 总希望不要堵落 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靠 指令那个戒 有境界写本来对对对 随时提醒我们自己 这一段师父就对刚刚前面那几段广论原文做解释 那就像师父讲的 对三宝哪怕取很少的一点点 那这个就重大的不得了 因为三宝所谓的常住 常住是十方常住 通于十方 就通于整个法界的 所以就算是一点点 那也是不得了的 那所以后面就是刚刚师父讲 如果你对三宝的东西不予取 那你如果取的是佛宝跟法宝的财物 那你取了还给它 就可以清净 到生结不行 你要你所到的那个出家人 他说瘦了才可以 那就对 否则还是不得清净 所以我们刚才说 如果是供十方生物你到的话 哇那麻烦了 你是没有办法让十方生都瘦 所以师父说这个东西非常可怕 那后面师父那个时候 也是在一个生团在讲广论 所以师父就提醒听课的同学 说我们这个常住的东西 千万注意千万注意 尤其是我告诉你们 关于电话的事情 师父还特别提电话 说哎呀这里反正不要钱 你随便高兴今天打一个电话 那师父说暂时 我虽然没有立的话 就是暂时师父没有立一个 很严格的规矩在那里 是因为说这个严格规矩一立 大家马上都是违犯规矩犯重罪 但是就算还没有把这个严格的规矩 立起来之前 师父说对不起 其实还是有很严重的果报 就是提醒大家 好所以那个 师父说以后慢慢慢慢的 这种规矩就要建立起来 所以后来我们奉安寺生团也是这样 那个电话筒旁边都放一个钱筒 纯钱筒 打完电话人自己就投钱进去 那个就是师父当初 根据当师父这样讲的建立起来 那所以师父说这个 不要说这是约束你们 这是对我们最佳的保护 既然我们有这个因缘跑得来 好好的学的话 总希望不要堕落 总希望不要堕落 师父讲两次 你有因缘碰到这么好的教法 还跑来学 总是希望不要堕落 所以呢 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持戒 还是靠持戒 那有进戒陷起来的时候 你就想到 哎呀 对对对 就会随时随地提醒自己 那为什么这个 唯一的办法靠持戒呢 那 那以前我可能有帮过一些同学 受八观在戒 那个时候我会解释 因为受戒是在皈依的基础上面 进一步发誓 一定要好好的照着这个佛法去做 那因为你有誓言 誓言会形成很强大的业力 尤其是你受戒的时候 你发的誓 你又是像刚刚讲的 你是对这个 最强的福天门 你对三十三宝 你对十方诸佛发誓 这个戒我要好好的吃 所以 对着聚立业门 很认真的发誓 会形成很强大的业力 那 这个强大的业力呢 就有机会 在你面对境界的时候 献起来 提醒你 守护你 所以背篮里面有一句话 虽然你们有很多人 没有学到背篮 不过你可以先了解 重一个三根 背篮里面说 戒是谨义之源 戒是谨义之源 就是 戒律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你内心里面 能够警觉你内心的 那个力量的来源 那个叫戒 所以其实 它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对境 警觉我们内心的力量 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呢 从业力来的 那这个业力哪里来的 你当初受戒的时候 你对着最强的福田门 上师三宝 十方诸佛 你认真发誓 而产生了强大的业力 好 那很多人说 那我没有受戒 不就是没有什么保护力量吗 其实还是有 为什么呢 没有像受戒那么强 但是你还是有 其实我们皈依的时候 也有发誓 皈依本身也是 广东上面讲 自恃受 对不对 自恃受 所以皈依也是有发誓 只是说皈依发的事 不像受戒发的事 那么强烈 所以师父以前有讲 皈依之后 如果你有一天不皈依了 主要是皈依的好处 你得不到 过失不算太大 但是受戒之后 如果你又不好好持戒 那个过失就突然变很大 所以持戒的功德 比皈依大很多 但是反过来讲 不好好持戒的过失 会比不好好 皈依的过失要大很多 所以就算你没有受戒的话 广东上面有讲 我们都是佛弟子 我们也都受完皈依了 我们也都对师长发誓程序 我要皈依了 那皈依之后 就有所谓的皈依学处 好 用硬直法来讲 我们一定要对三知识 要修行念 要做失所习 要断除不习 那个都是我们 要努力行持的部分 所以只要你常常 意念师长三宝 意念你有一指师长 你有皈依三宝 它还是有 可以帮助我们对境唤醒 我们内心那个誓言的力量 然后认真的修衣执法 然后认真的持守 这个皈依学处 其实还没有受戒的人 认真的去持皈依学处 其实就是给自己以后受戒 做了一个很好的前行 基本上皈依学处 也是按照那个戒律的精神 把它定立起来的 这个皈依学处 这个皈依学处 就会发现 你要做个皈依学的 正是 因为你必须 这种皈依学的 词言 是 的 词言